今天很好啊 两岸三地了 特别是咱们这个台湾朋友 第一次见到穿成这样的台湾朋友来 你平常见的是什么样啊 不是 我跟你讲 他穿得像北京的板爷 都是北京货货里的 没错没错 这个一般台湾朋友来了 都是看装得像个人似的 这什么话 上次我最好的衣服 我也是打电了 人家想着上边是穿最好的 你还穿得像上方 穿地里挑了 穿着礼服来了 穿着礼服 所以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 是吧 洛乙军 文道我觉得你的朋友 最好你来介绍他 洛乙军呢 基本上现在是 我觉得是台湾中生代 里面最好的小说家 最好的作家 那也是甚至是 整个华文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 因为他不是刚刚才拿过 就凭今天这个手上 我们新鲜热辣的西夏旅馆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 西夏旅馆 拿了这个西夏的红楼梦奖 红楼梦奖呢 是个华文世界两年一次的一个长篇小说奖 第一次拿的就是莫言 第二次就是他了 你看他这个书很有意思 两大本吧 中间一小本 听说是删去多少字的 都集中在这一小本上 没错 那这书呢 很奇妙 我们要准确形容他跟他的风格 就是他基本上是个很黄很暴力的作家 那这本书的关键词就几个吧 乱伦 奸杀 杀了再奸 然后杂交 屠杀 都是这样 都是你平常想做的事是什么 对 没想到这人长得像个玩具熊 写就写这玩意 你这什么呢 这是什么状态 诺大师 你 你 浑 浑 已经下了 对 诺大师 我现在发现呢 包括你看 张大春 大春兄 也在我们这里做过节目 是吧 朱天文也来过 看来不光是大陆的作家 喜欢写这个色情暴力 性心理 这个台湾作家更狠 他们带坏我 本来我是一个纯洁的文艺青年 纯洁的文艺青年 而且呢 我还听说写这么多乱伦 什么的 奸了后杀 哈杀了后奸 过程中就写 就说你写成忧郁症了 是 是 真的吗 是写成忧郁症了吗 都对 可是又不对 那你说什么 是写成忧郁症 可是不是因为写 尖了后杀杀了后奸 不是写这个 这个只能写成抗分症 对 所以啊 他这很有意思 我就觉得人呢 表面上看 你看 包括我也整天在这 也稀奇哈哈 高高兴兴的 那其实你也很忧郁 对 其实大家想不到 这样的一个娃娃 我觉得你笑 他有两个儿子了 对两个儿子啊 像是个开心果一样的人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他是个非常严重的 需要吃药的 忧郁症患者 是 现在好了 不要把我当病例 是吗 那你正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就能治好呢 这事 我也没特别 不 我是写这个书的过程 写这个书压力太大了 然后就很像 你那个车子的小跑车 你本来车子的那个马力或引擎 可能是可以跑到150 跑到150公里 可是你那个时候野心太大 油门吹到跑300 那跑300 他就爆缸了嘛 那是属于 就等于工作压力过大 会导致 我写的时候超亢奋 我记得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因为我准备了蛮多年的这个题材 西夏这个题材 我这个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第一回去宁夏 就电到了 就想 被乱能电到了吗 被李元昊电到 西夏开国主嘛 看到他坟头嘛 那个时候 那可是后来写 大概 我记得我刚才 我们在台北有一群野哥们嘛 就是大家一会儿是创作 大家在聊 当时是想写西夏 还没有冒出旅馆 西夏我也很好奇 但是我一无 几乎一无所知啊 你觉得西夏到底是什么吸引你呢 西夏 他当然因为我有个背景嘛 我就是这种所谓台湾 我父亲是1949年跑到台湾去的 你老家哪里 老家是 祖籍是安徽 然后我祖父那辈是跑到南京 有一个江兴州 有一个长江中间 农民啦 他们就是我祖父他们 寂寞沙洲冷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边就是种棉花 种棉花 种一些 我后来有回南京看我大哥 他们就是一些果农 后来种现在大陆可能这个产业 种葡萄 对对对 不错 他们现在就 走走 那你在台湾就算 那为什么这跟西夏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对对 因为因为就就我那个时候去 当然我像大春或是像天文天心像我到我身上的老妖了嘛 小了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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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好像是在他人的梦土上 好像我父亲那一辈他二十多岁跑到台湾去 然后他是别人的梦里的 他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反共大梦里的 他们是一群裹挟过去的一群活在别人梦里的 我就是在里头写 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没有灼疮的 他们是一群就是像西夏 他们那个这个这个族11世纪到13世纪嘛 他当时就李文浩一个建国 其实他的祖父啊 他的父亲都是非常沉顺于北宋的 他们赤姓李也是唐赤姓他们的 他们是一直是对中国是君臣父子之礼 可是就是李文浩就是一个枭雄 他就会觉得说我要凭空见的意 他们本来这个党像枪是一群序幕 没有国家党像族嘛 对他要立国他就是创造自己的 他自己的文字你看过西夏文字 他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文字 个个字都熟一个都不认识 大家都说像徐斌弄的那些 他徐斌的就是西夏文 他不是他基本上他这个就是现代主义的 他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历史脉络的 他是基于一个高道的一个意志 可是李元浩这个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 他自己一个人的意志 他是一个怪胎 他就硬生生的用抓了一个 一个汉人的详城 去三年的时间关起门来 就像写百年古籍 关起来你给我把我们这个立国 所有的文字创出来 所以这些文字全部是拿 凭空就是现代主义的东西 汉字拿过来我全部都拿来长毛 那他好像是要把他的从此以后表述这个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字 他全部是你们大汉天子 你们的世界是一个光的世界 你们是一个八级四合的一个农业帝国长出来的一个 跟农业的节气有关的时间感的一个帝国 我建立的是一个序幕的 我是一个黑影的世界 他是长毛的 然后他的表意是全部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奇怪的时间 可是这个组后来李元浩是非常厉害的嘛 他是他有几场什么三川口之翼啊 好水怪他是靠他很少的一个 应力 北宋那个时候是中国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个帝国 他当时去打那个西夏的时候是向美军打伊拉克 是有支重是整个部队补给的 是几十万大军过去 而且他们当时已经发展出一种铠甲 是纸座的铠甲 是纸座的 所以你看他已经科技进步到这个地步 怪不得宋慧中给俘虏了 纸座 纸座的铠甲 他纸座的铠甲 其实他是符合一个战争 他是可以防刀剑的 柔韧性强 对 可是他其实是轻装的 其实在当时那个时候是一个 内陆式的一个三国演义嘛 他是玩得及 他也像他打了几场战 跟宋打几场关键战争 他全赢 然后他跟辽打 他把辽的辽什么中 整个打到追到他们首都去 他跟金打他也是都赢 他只有打现在西藏是没打必输 褚伯是以前是非常骁 军力非常强 骁悍的 那可是 他也就特别沉迷西夏 不 我的沉迷就是这个国度 我本来想的一个书名是叫 《卢烟消世的200年帝国》 就是他灭掉了 地球上 他陈其诗汉是被 陈其诗汉是在打新庆府的时候 是被他们用弓箭射死 所以密不法上 然后陈其诗汉跟他的儿子说 打下来以后灭掉 整个灭种 就是杀光 因为他们的那个前额是制法嘛 对 他的成年武士是非常好认 所以是整个灭掉 那我 那其实事实上你慢慢的 这资料都是大陆的 在翻译日本过来的 你会发觉到说 这个文明是一个当时非常高度的 他们的佛经 我们敦煌的佛经 全部是西夏文学的 他们有最好的野铁树 他们的西夏马刀是当时很有名的 然后他们有瓷器 瓷器在中国古代的这种 封建帝国 你必须要一个高度集中的帝国 你才能有这么奢侈的一个 烧池的皇家的代表 他也有西夏瓷 其实是不输当时北宋的官窑 或是寮的池 是很高度的一个文明 然后他们是建筑 他们的建筑他也是扭转过来的 他大陆这边都有在讲一些 当时新庆祖的建筑 他有一半是汉的天地宇宙结构 紫禁城的 可是他有一半是伊斯兰的一个结构 他的结构是天原地方 是很奇怪的一个构造 那可是这个族后来是灭光了 这个文明是整个不见了 那我当时当然就会有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这种 外省第二代的一个 我回到这个富的国度 其实现在是回到这些什么 省马都是浮云 然后草泥马 这些世界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 所以啊 这另一回事了 大陆人没有身份认同感的问题 没有 是吧 但是你看很多台湾人 他就尤其是他的文化人 他经常的都是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对吧 没错 我还没着床呢 是啊